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三件 青中期乾隆嘉庆时期 青花苗金外销词 第一件是一个小盘子 这个盘子很精美 是镂空的这种工艺 然后这种工艺做起来就比一般的这种盘子要难一些 然后呢,它这个画片呢 一看就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的画片 远山进水 然后画的非常的细致 可以看到它这个典型的 它这个我原来说过的这个树叶的画法 一团一团的像这个青蛙卵似的 然后看它的这个亭子画的也是非常的工整 然后这个从它的这个窗户啊 还有这个围栏啊 都画的一笔一笔的这个非常的细致 还有它这个这个石头的这个画法啊 还有远处的这个山石 小房子竹子啊 都显得非常的 这个工艺很精细 然后呢,看它这个边饰也是很典型的 这个我上次也说的这个边饰它都是人一笔一笔的这个画出来的 所以非常的细 然后边上还是有苗筋 可惜这个筋粉时间长了以后 可能使用的多了以后就脱落了 所以可以看出来一些地方还残留着一些筋粉 然后人用的比较多的手拿的这些地方比较多的就磨掉了 嗯,挺可惜的 我们看看这个底 这个底也是很细的这个胎 这个又白又硬 非常的硬啊 这个右水也是非常的足 非常漂亮 很很精美的一件这个外销盘 看一下尺寸 成是20.7厘米 将近21厘米吧 然后宽是17点多 将近17.5厘米 17.5厘米 这个宽度 然后再看这个呢 是一个算是一个小碟 这个画的也是很漂亮的 也是这种远山近水的这种画法 但是呢 相对来讲呢 从这个画工上来讲 就不如这个盘子更细致了 就是相对来讲就粗一些了 是吧 看这个亭子画的 还有远处的这山石 就有点粗了 这应该就是前龙晚期到嘉庆了 这种说的 但是它这个是一个花口的 它不是纯这个圆的 你看这个都有突出的 这个像花瓣似的 这个花口盘 然后这个苗金 保存的非常好 这个金粉 一点都没掉 这么多年 看 这个芽 金光灿烂 保存的非常好 然后这个 看看这个底 也是 很干 很坚硬 然后这个 比较锋利 看这个摸上去都要拿手 可以看着这个 这个芽是很垂直的 往里稍微抠一点 这种底 这种漂亮的一个小盘子 有一定的深度 14厘米 直径是14厘米 有一定的深度 然后还有一个小杯子 这个小杯子 正好这个拿在手里喝喝茶 什么之的 挺合适的 然后这个画片呢 就跟这个也差不多 我觉得就是同一时期的 也应该是到嘉庆了 画的就不如乾隆那时候的 这个更细致一些了 应该是乾隆晚期啊 嘉庆的时候的 这个山水图案 然后还画两个人 这么小一个杯子 保存的也不错 然后这是那个底 很高的 这个底足呢 很高 然后这苗筋也是保存的非常好 一点都没掉 然后里面一圈 也有筋式 看一下这个尺寸 9厘米 口径是9厘米 高度呢 5厘米多一点 高度 小杯子 这一套三件的这个品项都非常的好 没磕没没碰没冲 这么多年 保存下来 很难得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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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